這是什麼玩法? 這個是... 雷鏡 NG1000玩法 Hello 大家好 我是Dicky 上一集跟大家分享過一些迷你相機的減光鏡 主要這些減光鏡方便我們在某些環境下可以比較隨意的控制到快門更加慢 我們用慢一點的快門去創作 但是呢 今集到它了 這個是一個DJI的航拍機 今天講的都是ND類鏡 為什麼要分開兩集做呢? 其實呢 因為這些小器材 都是屬於迷你相機的一類 GoPro、Osmo Pocket 其實呢 都是一些迷你相機 但是呢 它們主要大的分別就是 那一類迷你相機呢 我們就是站在地面上用手去控制 或者我們可以憑腳架去固定 如果用航拍機來算呢 其實幾精準的電子儀器都好 其實呢 怎麼敵得大自然呢? 環境呢 其實呢 往往很多時候都會導致它 不是說完全穩定在某一個項目上 所以呢 在運用上的竅門 或者技巧上面呢 其實呢 可以分享的東西呢 分別都挺大的 所以我分開兩集來做 對了 一樣了 那麼呢 這些 減光濾鏡呢 其實呢 就不是說只是可以適合這一款的 那當然呢 它不同的航拍機類型呢 它的鏡頭的形狀都不同 所以呢 往往呢 就需要設計一些 特別不同款式的 減光濾鏡 給不同款式的航拍機用 而這個牌子呢 我會將它的網站的連結 放在下面 大家自己可以搜尋一下 它其實都有很多很多款的 航拍機的濾鏡 的款式 給大家選的 還有它的濾鏡 和其他人的濾鏡 有什麼分別呢 設計上的優點 例如有多少個優點等等 這些都會在它的網站看到 我在這裡就不花太多 蝙蝠好像賣廣告那樣 好嗎 但是呢 我今集呢 好像很多東西要說 所以呢 立即入正題了 我抽了兩個重點出來 就是為什麼要用這些 濾鏡 在航拍機上 其實它的用途當然就不止這兩點 但是呢 似乎這兩點 就是最重點 我認為是最 最有利用價值在這兩點上 好了 第一點了 其實呢 當我們這些航拍機 到處去拍一些動態的影片的時候 其實呢 拍攝人很應該 是注意影片裡面的動態模糊的 而什麼叫動態模糊呢 Motion Blur 有些人叫做 那這裡 如果真的想知道 多些有關動態模糊的資料的話 自己Google的話 我反而呢 因為這條影片呢 我的目標就是 大約只有十幾分鐘 那我現在呢 盡量希望用你十幾分鐘呢 和大家分享的是 使用這些工具 和去拍攝這些效果的時候 那個竅門和技術 我們可以怎樣做 就可以做到這些效果 這樣吧 那我自己覺得實際一點 OK 第一個步驟 動態模糊 如果我們要做這個動態模糊 很簡單的 其實呢 我們只要注意 我們去拍片的時候 用的每格徵律 即是 每一格我們拍24格 25格 或者是30格 這些叫做每格徵律 OK 那我們呢 其實呢 用每格徵律 和我們的快門 是有關的 一個絕對有參考價值的公式 可以給大家記住 其實呢 我們應該用一個什麼的快門去拍攝呢 我們呢 其實就把我們的 1 超過我們的徵律 乘2 我假設 我們想拍25格的影片 我們想拍25格的影片 我們1超過25乘2 即是 1超過50 即是等於 50分之1秒 我們用50分之1秒的快門 我又假設 譬如我們拍60格 這樣計算 那很簡單 1超過60乘2 即是1超過120 120分之1秒 盡量用這個貼合的快門 那我們就可以做到我們的 比較自然的一個Motion Build 好了 第一個項目呢 就相當簡單 那就跟大家分享過了 第二個項目呢 就是 關於這一盒 N-D類鏡 究竟有什麼類型的工具 在裡面給我們用 剛才我們說動態模糊 往往 譬如我們在一個大白天的 晴朗的天氣下 由於光線非常猛烈 我們似乎收光圈 按到ISO最低 我們未必可以 隨意去減慢快門 我們往往可以靠這些N-D類鏡 在這個配件裡面 其實大家看到有六塊類鏡 其實看到有紅圈這些類鏡 這些五塊 就是由N-D4至N-D64 N-D4、N-D8、N-D16、N-D32、N-D64 它們分別可以減兩級、三級、四級、五級、六級的光 有了它們 我們拍片的時候 其實可以更加 隨心所欲 隨心所欲 去用我們想用的快門 而 我隨便拿一塊 這些N-D類鏡給大家看看 其實它的構造 跟上次跟大家介紹的 Osmo Pocket 是差不多 大家看到 這個紅圈是可以亮的 因為它除了是N-D的雷鏡之外 它還有PL的功能 PL的功能 就是我們對著水面 或者有天空 或者是非金屬的表面 反光 我們理論上 都可以有可能把它的反光減低 或者是消除 其實我們是對準某個角度 令它的反光消除 就已經是生效了 就是這麼簡單 講完這五塊 N-D和有PL的功能 之後 就講第六塊 這一塊就厲害了 我相當喜歡 這塊 N-D1000 不知道鏡頭看不看到 因為今天這支 YN那種不是微距鏡 總之 這個是N-D1000 N-D1000 給大家看看 其實都看不到我的 是一塊 好像非常之厚實的 非常之黑的一個 太陽眼鏡 那是啊 沒錯 很厲害 它一口氣可以幫我們減 十級的光 那大家會不會在這個時候 有少少疑問 喂 搞錯 航拍機本身 你剛才剛剛講完 都不可以完全穩定 又不似得在腳架上 你一次過減十級的光 用這麼慢的快門 拍東西出來 就模糊了 正正是因為這一點 我就想用多一點蝙蝠 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它的技巧 以及一些竅門 最重要是 怎樣可以用到它 可以拍攝到一些很棒的畫面 這樣吧 好嗎 我想呢 要不就不講了 要不就有效一點 給一些 甚至乎是給一些 對攝影 未必是這麼有深入的 認識的朋友 都可以輕易用到它 所以 我可能會講得徹底一點 好了 先講第一個點 第一個點 真的似乎是很基本的東西 那大家如果是想 用得這些類鏡用得好的時候 首先訓練自己 是要很純熟 可以在DJI GO App 隨時轉到一些拍攝的設定 包括什麼呢 包括我可以隨時知道 怎樣轉做拍片 怎樣轉做拍照 在兩個模式裏面 我們隨時可以知道 怎樣去 由全自動 去轉做這個 光圈先決 快門先決 還有全手動 這些操控 而轉做全手動的時候 就可以練習一下 首先練習一下 怎樣轉 ISO 怎樣轉光圈 怎樣轉快門 這些全部的操控 千萬不要想著 這部機器飛上天 才去做一個練習 這樣 其實因為 盡量我們去用這些 航拍機拍攝的時候 你最好就減少在 空中一些無謂的逗留 換句話來說 其實如果減少在空中的無謂逗留 即是可以減少了風險 就是這樣簡單 OK 現在現場是有點風 所以我盡量遮住咪 希望它不會受影響 剛才說了第一個點 現在馬上說第二個點 第二個點 就是我們起飛之前 或者我們打算去拍攝的時候 我們要留意一下 天文台 留意一下 現場風勢 大約那個風勢 風速是多少 我自己個人的 建議 一些經驗的分享 就是如果拍這些長時間曝光的時候 你最好選擇一些 不要高過兩級風的環境 那你會 可以得到 最好的效果 但是你說三級風四級風 飛不可以 這些機器 是可以的 都可以試一下 如果做練習也好 但是如果你想要求一個 極致最美的效果 如果想真是sharp的東西 是真是sharp 最好不要高過兩級風 OK 那除了風勢 你起飛之後那一刻 你最好 就是去留意一下 你部機的動態 究竟它的圓庭 那個表現做得好不好 那因為DJI這些 航拍機 其實都是一些平民級數的航拍機 那有時是會發溫的 那DJI那些粉絲 我講事實而已 不要罵我了 麻煩你 那就 有時是會發溫的 那包括 你調好指南針 甚至乎是收到十五六顆衛星 那樣 它都是會有飄的情況 它都是固定不到的時候 那你呢 那一下呢 就 可能真的要等它的狀態好一點 才會做到最好的效果 就算沒有風 它都是這樣飄的時候 有時會的 所以 這個故意說出來 就不是想踩DJI 那 就 因為大家都知道 DJI很多這些粉絲 那 不是想踩它 但是 是講事實而已 事實上 它有時是會發溫的 沒有風也好 收了GPS 調好Compass 也好 好大風 我又有遮住這風 OK 那 留意一下 一升起的時候 它究竟 它的原停狀態 做得好 不好 那你會有直接影響的 OK 好了 第三個點 第三步是怎樣呢 我們先挑選我們的目標地方 除非你真的 覺得那個地方 要搜尋出去 周遊一次 你才知道想拍哪裏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拍這些題材 我們不需要飛很遠 不需要特地去找一些 人無我有的題材 才覺得那些題材 是很珍貴的 不用的 記得 當然 我們拍得長時間曝光的 就是想畫面裡面 通常是包含一些 動態的東西 和靜態的東西 造成一個強烈對比 有一個 叫做戲劇性的畫面 這樣 這個是小小的技巧 想和大家分享 第四個點 第四個點 就是想和大家分享 當我們這部機 裝了這個 ND1000類鏡在前面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在螢幕上 看到全部黑了 說這一點 就是想給大家一個 心理準備 我們起飛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 某一個設定 我們才能看到畫面 才可以飛 所以我們就要 要純熟一點 懂得去調校相機的設定 我們到點的時候 馬上去做這個動作 我們就可以減少這部機 是無謂的圓庭 可以快點做到 第五個點 第五個點 最理想就是 最好有一個朋友在你旁邊 就可以幫你觀察到現場環境 因為譬如我們很多時候 去野外的地方 想去拍攝的時候 尤其是海邊 都有猛琴出現的可能性 這個是真的要注意的 不要以為我說得誇張 如果所有的集中力 在你的螢幕上去控制 一些設定的時候 或者看畫面變化 曝光方面的控制 旁邊有些鷹 走過來 或者海鷗 這樣過來攻擊你 你真的不知道 他們神出鬼沒 出現得很快 消失得很快 如果有個老友 或者有些機友 跟你一起放 可以肉眼看著周圍環境 提醒你 那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如果一見到他們周圍 在你附近盤旋 他們不是立即攻擊你的 他們是會在盤旋 先觀察你一會 然後突然間來攻擊你的 這樣吧 這件事跟你分享 就是想你保住你的航拍機 那一見到他們 最好暫時 逃之搖搖 好了第六個點 跟大家正式分享 我們到了項目之後 去進行拍攝 那當然 怎樣構圖 或者拍攝什麼角度 是你自己的自由 但是呢 不如這樣 我直接用我去拍攝 一個相片的例子 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到項目之後 其實呢 就把鏡頭垂直向下 我拍攝一個top shot 而曝光方面的設定 那我是怎樣做呢 首先第一步 我就是把ISO按到最低 按到最低之後 那我把那個光圈 就調到中段 所謂中段 就是大約F8左右 那為什麼呢 那有兩個原因 那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這個鏡頭 似乎呢 在F8上下的 這個中段的調教 可以得出一個 叫做最好表現的畫質 那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在中段的話呢 那我們一會兒 再微調曝光的時候呢 它有個上下都有彈性 那樣 OK 講完光圈了 那接著快門 快門呢 就沒有對畫錯 需要多少的 但是如果 就以拍攝這個海浪的例子來計 那我自己的經驗分享呢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嘗試兩秒 似乎呢 用兩秒來拍攝這個海浪呢 我自己認為在當時 當然你也要看海浪的動態 大還是小 在當時呢 我拍攝這個相片的時候呢 我用兩秒的話呢 就最能夠可以捕捉到它的動態 因為肩甲也不會過份霧化 而拍攝了出來之後呢 那些動態拉出來的那條絲呢 其實呢 裏面的細節呢 每一條紋理呢 都還可以看得上的 那就是我最喜歡這個快門 這個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參考 用了先試一下 那當然啦 剛才我重複一次 都要視乎 因為海浪也有大小的嘛 它的動態的範圍 OK 當你去調校完這個快門之後呢 那個曝光未必是標準的 未必可能會暗了 可能會光了 那你就可以再用這個ISO 和這個光圈來調校它的光感 最後一句呢 想提醒大家的拍攝呢 記得 我自己理解呢 我就會刻意under 起碼半級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所有我們在地球上面 所有的物件的反光度 是不一樣的 而海浪白色的部分呢 是非常容易曝光的 所以呢 我整張照片來計 我都會刻意 將它under半級至一級的 這樣啦 之後呢 我們呢 才在後期呢 將一張照片呢 將暗位推翻高半級至一級 那張照片呢 不論暗位和光位 都可以有非常充足的文理細節 那這個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個技巧 剛才說過呢 我們拍這些長時間曝光 通常的畫面都希望有動態和靜態的東西 那動態的東西 有它動了 靜態的東西呢 我們就希望有這麼清晰 拍得這麼清晰 那這裡呢 有一點點竅門可以注意呢 就是 我們的航拍機距離 我們拍照物品 如果 距離是越近的話 模糊的機率呢 是會比較多的 如果我們拍攝的物件 是比較遠的話呢 理論上 航拍機有 這個射微的動態呢 都不會影響到畫面的清晰度 這樣啦 那就是這個航拍機 和你的拍攝物品的距離呢 其實也有關係的 這個也想看一看大家的 好了 第八個點了 第八個點呢 嘩 又來? 好近啊 那隻鷹 被低 哎呀 飛了去了 好了 第八個點了 第八個點呢 我以拍攝這個海浪為例 我們譬如這部機已經是飛到到點了 我們又調好曝光 我們做好構圖 那不妨呢 記得 這麼多 十幾二十張 OK 即是不是叫你連環快拍 譬如你看到 因為海浪都有它的節奏的 有它的節奏的 那你呢 盡量去捕捉 你希望捕捉到的動態 因為它是模型的 即是它是不規則的 所以呢 做了那麼多功夫 就不要說按一兩張就走 那麼多 十幾二張 可能其中有一兩張 特別令到你覺得有驚喜 補充一句 這些小小的相機 我們如果能夠利用它的Wall格式的拍攝 其實理論上對我們的拍攝是最穩陣的 那因為呢 用Wall格式呢 其實應該都是 大部分人都知道的 用Wall格式去記錄我們的相片 那我們得到的資訊呢 應該是最多的 那我們後期呢 去再做一些微調呢 是會更容易得多 彈性大得多 好啦 跟大家分享了這八點 其實是一個目的 一個目的就是 認真地跟大家分享 究竟我們用這些航拍機 是否真的那麼困難去做一些長時間曝光呢 那究竟這個ND1000 Dicky你說得那麼厲害 那究竟怎樣用它呢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航拍機 可以曝光那麼久呢 那就希望呢 真實的一些竅門呢 希望跟大家分享到 大家都很容易可以用到這些小器材 拍攝到一些比較驚喜的畫面 好啦其實呢 順帶一提 因為我在這個網站呢 除了買了這些類鏡之外呢 我還買了一些小器材 這個小器材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呢 是一些 安裝我們的Mobile Device 在搖控器上面的一些支架 那為什麼買呢 那都想最後跟大家分享這件事 那 我一開始買它們呢 其實呢 就是想有一個比較舒服一點的視覺 那個動作呢 就是看螢幕的時候 不需要低頭 低頭 低得太低 這樣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個呢 這個扣呢 它不是說一個什麼 非常高科技的扣 那 就 其實呢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一向呢 我們的天線這樣開 我們的天線這樣開 那 那我們的手機如果是 擺在這裏的時候呢 我們呢 這樣看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要 擺在頭下 我們才能看到螢幕這樣來計 那 如果我們呢 我們呢 我們的手機 是擺在前面的時候呢 理論上 我們就不用擺得那麼辛苦 那麼辛苦 手勢就自然一點了 那還有很多人呢 就 譬如手機 我拿個手機出來 好了 很多人呢 就可能在這裏呢 就說 喂 Dicky你這麼蠢的 拿起這個遙控器就行了 這樣 這樣 是 沒錯 我拿起這個遙控器 我就不用擺在頭 但是 大家要知道 譬如我們的手機呢 是飛去前面的時候呢 我們的天線呢 發射最強的訊號呢 其實是這個平面 所以我們呢 是有必要呢 用這裏 來對準我們的飛機 這樣的收法狀態呢 理論上呢 是最強 最有效的 那所以呢 當我不想 放太低的頭的時候呢 我就想放在前面 而這個蚊子呢 就是 給我們 放在前面的 那它很簡單的 這個 不需要太長氣 怎樣放了 應該人人買了回來都懂的 應該 我想說的 不是這件事 不止這件事 應該是說 OK 另外 其實呢 用手機呢 我個人來說呢 都 還不是很滿意的 因為其實我 都想用回 我的iPad 或者 Tablet 另外這個蚊子呢 這裡是金屬的 全個都金屬的 非常硬正的 我先拔掉這條線 OK 應該不會跌 待著它 稍微 不然它吹了下海 真的哭到無謂 OK 好了 這個蚊子很簡單 就像我們手機一樣 夾著它 啊 我們安裝了這個蚊子之後呢 仍然是可以安裝這個 那我 我 一會兒告訴大家 為什麼這樣做 那 相信呢 這個呢 大家都應該知道 什麼來的了 這個波頭 我 我相信這麼簡單的事情 不需要太詳盡的聚術 把這個夾子 吸進去 就可以安裝到 iPad 我以前也有質疑過 如果我這樣做 iPad在這裡 就遮住了後面的螢幕 但是 事實是 正式使用來說 其實這個螢幕裡面的資料 和我iPad的App裡面的資料 絕大部分是重複了 所以 其實我看到螢幕 應該也是OK的 好了 最後說 我最想說的東西 就是 譬如我這樣安裝的時候 我上面的 Tablet 或者iPad 其實可以連條 USB線 連到下面這個位置 那 跟著 上面這個位 我當然不是安裝手機 上面這個位置 我安裝什麼 我會安裝一個 輕便的充電寶 夾著 而這條線 就插在這裡 一直供電給我的遙控器 為什麼呢 因為 可能用iOS的朋友 就不知道 可能用Android的朋友 都知道 這個遙控器 其實它的設計 有一件事 是很荒謬的 它的遙控器 本身裡面的電池 又不是很大 但是每次插進我們的手機的時候 當我們的手機 不是滿電的話 它會一直供電給手機 導致到 有什麼情況出現呢 就是 我們飛一塊電 它已經沒有了大半的電量 那我個人真實的經驗 就是 充滿電的 充滿電之後 我飛了第一轉 就是飛了第一塊電 第一塊飛機的電 飛到這塊電 都不是放很多 只有40%左右 這塊飛機的電 還有40% 這個遙控器 竟然敢死 由100%變成38% 那 大家都猜到 是有幾頭痕 那我還有其他電池 那你沒有電 我怎樣繼續飛呢 這樣 那 iOS 據我所知 其實是可以 是減掉這個供電的 但是Android 就 我不知道為什麼 DJI 不幫Android 都可以去減掉供電 那樣東西 那希望他留意這件事 希望改了 那我們就不用太麻煩了 我承認這樣 是有點類罪的 但是始終問題在這裏 都要解決 那沒有一個更加好的解決方法的時候 始終 這個也是一個權宜設計 那 而 這兩個孔 其實呢 我買這一集 FILTER的時候 其實呢 同一個網站 很方便也可以 買賣的 就是這樣 順便告訴大家 這個解決方法 好了 這一集 其實用了這麼多蝙蝠 我會跟大家去講解 究竟這些 減光濾鏡 在航拍機上 對我們 有什麼好處呢 還有 最主要的重點 就是想和大家分享 當中使用它的竅門 其實目的都是 不只是告訴大家 是有多正 而是想告訴大家 怎樣用它 很輕易 只需要這樣用它 就可以拍到這些效果 希望大家玩得開心 用得開心 好嗎 不要太長氣了 又來了 最後一句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還有按鈴鐺 鈴鐺很厲害 接著就是 追蹤我的IG 讚我Facebook 好嗎 那 你每個讚 其實呢 真的是我們的 原動力 不要吝嗇 OK 好了 今集說到這裡 下集和你見面 拜拜